22的9秒9分,6分钟狂砍20分,林维天神下凡,吸热力将哭了,广煞懵了,五台山球馆沸腾了。 本星时间3月9日晚,CBA第三阵段常规赛继续进行,这一天有三场比赛同时进行,其中南京同期与浙江东阳光,也就是之前的浙江广煞队,这场比赛可以说相当精彩。 两支球队偶战三个半小时,经过三个加持的角逐,最终南京同期在主场五台山体育馆以135比131战胜的对手,其中同期队19岁小将黎威全场狂看39分。 可谓是一战封神,要说本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目前两支球队都在争夺旧赛的名额。 本场比赛之前,东阳光战绩为16胜15负,南京同期则为15胜16负,两支球队均处在旧赛的边缘。 其实在本赛季,这两支球队的近况正好相反。 上个赛季,夺得亚军的广煞队,到了本赛季改成了东阳光这个名字之后,球队接连遭遇失败,排名一度跌出了10名开外。 而南京同期则是恰恰相反,在主球队西瑞丽京的激情带领下,球队一扫若旅的代名词,战胜上海拧压广东。 只有不敢想没有同期做不到的。 可以说南京同期在本赛季,前两个阶段常卫赛的表现,带给了所有人大惊喜。 不过第三阶段常卫赛开始之后,南京同期遭遇到了三连败,加上第二阶段常卫赛最后两轮的输球,已经五连败的同期队跌出了既游赛的前12名之列。 这次让主球队西瑞丽京被推到了风口浪尖,被批经常直播,服务正业,甚至有消息爆出西瑞丽京下课的消息。 而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后,西瑞丽京依旧作为同期队的主教练,站在场边指导,虽然打破了下课的传闻,但是这场比赛如果再输东阳光的话,西瑞丽京恐怕真的就该放弃旧边,重新披挂上阵了。 因为本赛季,西瑞丽京是教练兼球员的身份,两支球队在前三截战霸,东阳光领先了同期12分。 可以说很多人都认为,同期队显获胜的概率已经很低了,但同期队中,19岁的林薇可不同意。 第四节比赛还剩1分22秒钟的时候,当时东阳光以86比78还领先同期队8分。 此时同期队用了12秒的进攻时间,由林薇命中一记3分,之后东阳光朱军龙两滑全重。 而林薇又站了出来,在中场前43秒又命中了一记3分,展现出了大心大。 而到了中场前10.7秒,同期队落后3分,此时同期队外员皮特森站了出来。 后场一条龙运到前场,在中场前2.6秒的时候,头中的一记准绝平3分。 最终双方在常规时间站至89平,进入到了加时赛之中。 而到了加时赛,完全是林薇的个人表演了。 在第一个加时赛,5分钟那出场时间里,林薇三文球四投四中,罚球两罚两中,五坎14分。 特别是在进入最后一分钟,从中场前37.4秒,到中场前14.5秒的短短22.9秒的时间里,林薇超神般的命中了三记三文球。 奇迹般的帮助同系队再次站平对手。 而要知道,加上第四节最后时刻的两记三文球,林薇在短短不到六分钟的时间内,命中了六记三分,独砍二十分。 昔日立江看到林薇如此的超神表现,感动了都哭了。 而当时东央公的所有球员都懵了。 舞台山的体育馆所有球迷冲着林薇高汉MVP,可以说场面相当震撼。 最终双方站至三加十,才取出胜负。 林薇看下全场最高的39分,三文球更是七投六中,而每一记三分都是在关键时刻投中的。 不得不说这场比赛,林薇打出了超级巨星的表现。 而重要的是,目前在林薇只有19岁,可以说未来不可限量。